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华人应该是三万多人 玫瑰花色紫色的抗议 形成了在世界上范围内最大的一次me too的抗议 香港警察强奸谋杀 这是其中的一张照片 我们在节目中有很多朋友有些不太接受我的说法 就是说他觉得他不是不接受说法 他说你为什么要老用男女这些事情做比喻 我跟你讲 今天跟共产党在一起的 今天要面对的承受的一切就是这个 我只不过跟大家分享在我眼睛里我看到的事情的真相 他们的邪恶的一点就在这里 对很多大陆人他不能接受香港人的做法 他很抗争 很不能接受的做法 他们同样是因为他们的淫荡下流 龌龊 肮脏 他一切都认识肉 他什么都不管 所以他也同样可以出卖中共 但中共强硬的时候 他宁愿在中共身下被煎恶 他乐享其中 然后当他一旦有条件的时候 他立刻骑上来 他说你为什么煎恶我 我今天非整死你 这是大陆环境当中太多人的生命价值观 人们老说那人为什么没有良知 他不是人 你为什么要他叫良知啊 很多香港朋友我觉得太幼嫩了 真的 你别介意我这么说 太嫩了 你是站在人的基点 一个正常人的基点上 去判断香港人 我还是去判断大陆人 我还是跟你说这个话 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女人弄叫什么蛇精脸 蛇精脸是七个葫芦娃里面的故事 那是一九八几年的故事 结果真正蛇精脸出来是2017年是2016年 是个男人蛇精男先弄的 大行其道 我跟你说都是蛇 都是蛇 它为什么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大行其道 因为被蛇附体的人太多了 有时候我想起来我觉得挺难的 我说心里话挺难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在老早我见过很多女人流行的一种口红的颜色 我看过之后你知道那是人的私处的颜色 他抹在嘴上 不信你们自己看看 这是今天人的审美观 你说他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跟大家说 谁知道他是打嗝放屁呢 把放屁当成打嗝 涛哥说话一点都不哑观 你媳妇都给抹嘴上了 你没能力认识 我没有任何恶意 看法基点不同 对吧 文书菩萨的看法跟这个弥勒的看法 对不起 文书这个这个 观世音菩萨的看法能跟这个普贤菩萨的看法是一样的吗 如果全都一样的话 他们俩分不开了 都是四大菩萨 他一定是不同的 对不对 他有着不同的点 他正悟着不同的道理 是不是这道理 我说的是 这是神界 这是这个概念 那人也一样 但是他有共同的生命准则 他有共同的生命道理 他的生命道义促使他们是在菩萨境界的 那一份的生命的坚守 他是菩萨境界的 是不是 你以为长人样就是人呢 蛇精脸的 我敢说 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蛇 那你说不对 那你媳妇出去干嘛去 你妈为什么把她叫狐狸精呢 就这么点 那个蛇缠人缠上没完呢 其实就这么回事 所以 中共的人 你中共一贴 他一定干这个 在事情出来之后 跟大家 节目中跟大家讲过 我说 香港朋友一定会保护自己 一定要保护自己 你想象不出他们有多邪恶 对吧 这一波的事情是所有香港人终身难忘了 终身难忘了 但同时他们是过来给中共送葬 是 香港人喊出Be Water 中共必死在香港人手里面 是因为香港这件事情诱发中共完战 我跟大家再说 他是按天署的 信不信有你 他是按天署的 所以这是那天晚上一张照片 希望朋友能理解 他们一定这么做 香港警察一定这么做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男女都算 他就乐享其中 这个女生姓叶 他就站出来 他在被打伤 关在医院 然后警察 两个女警察给他弄去 然后扒光了他的衣服 让他顿顿起起 侮辱他 他用手挡住自己的私处 那警察就用这个笔敲他 那他出来曝光了 警察说我们查过壁炉电视 警察说我们查过壁炉电视 我没有这种事情 在桑拿里头 查过壁炉电视 有没有嫖娼的 你是个女人 你的先生到桑拿去了 说我的先生是不是到这儿嫖娼来了 桑拿的保安说 没关系 我没有壁炉电视 我给你查 我没看见你老公在这儿嫖娼 警察的答复就是这个 这就是今天的香港 香港警察男女通杀 所以这是这是事实 对吧 这是过程 有人说香港警察已经拒绝认输了 已经拒绝了 他没有发生过 我咱原来节目早就讲过 深更半夜 你老公回家给你拿了一朵花 你一定起来抽他 是不是 就那么点事呗 他不认 他就是这东西 你让我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因为这种事情难以启齿 所以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本身呢 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 人们都是女人生的 对吧 中共的一切暴力行为 语言暴力 行为暴力 钱集中在女人的下身 男女都是这样 这篇报道就是讲今天早上 黄志峰跟这个周庭被抓之后 然后获得保释 上午早上被抓 那个下午就过堂 获得保释 在获得保释出来之后 两个人见了传媒 传媒就在他的这个湾仔的总部外面 一直等着来 有那样视频 有照片 那周庭讲说 他在被捕期间 两次遭到女警察搜身 而且要求他把裤子脱了 在他介绍他 那小女孩很厉害的 他也介绍 把手伸到 伸到他的底衫里面 那黄志峰表示两次收身 但没有让他脱取衣裤 黄志峰和周庭 同岁 22岁 97回归到现在 22年 他们是97回归的同一年 来到人间 来到香港 他们在伴随着香港 97回归的过程中 来瓦解中共 来干死中共 就是来的 就是有使命来的 在五年前 黄志峰的谈吐就相当不同 那才十几岁的孩子 我讲2014年 2014年的雨伞运动 是在他们的推动下 2014年的一开始 戴耀是戴耀廷他们的 战中三子 但成年人想法很多 迟迟没有动作 结果黄志峰带着他的那群人 就产生了动作 直接吓家伙 6月30号大概 占领了公民广场 所以整个事情 是那么促起来 所以在几年之后呢 他又被关监狱 关了6个月 出来之后 没两天 他又控21号 控他为罪 所以这是 在我也 他就是来干这事 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 相当特别的场面 女人被搜身 女人被要求脱掉裤子 而男人没有 而我们这是肯定 就是针对女人的身体 跟男人的身体有差别 自然的差别 而定下的规矩 可是他并没有让 警察并没有让周婷脱掉底裤 而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女孩 是要求脱掉底裤 做上下起 做了三次 那是对人的绝对侮辱 每个人都是女人生的 你妈是女人 对不对 搞不好 那个警察 你妈生你的时候 就这么生的 你与其误误他 就在误误你妈 是不是 回家问你妈 我知道 看我节目的人 肯定有香港警察 你说那是法律定的 对不对 如果是法律 是服务于人的 法律不是给你 用在手里 去侮辱跟你妈一样的女人的 侮辱的正当防卫 有人说我是女的 你女的比男的还狠 就跟今天林郑一样 一个女人整三条七 男人看着他就跑 他不就这回事吗 全是一样反辈的 全是反的 所以这是极其邪恶的 那周庭自己的经历 一个22岁的小女孩 她可以把整个经历 平铺直处地说出来 这就是来要共产党命 要香港警察的命的 你记住 那些警察做事的时候 他按规矩做 他在做的时候 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眼睛 控制不了自己的手 控制不了自己的阴邪 那是生命自然反应 是猫就是猫 是狗就是狗 对不对 猫见鱼 他一定行 那阴色的男人看见女人 他就挪不开眼 对不对 他形容只是做样子 就拍下衫戴衣裤等等 在一开始被抓住 第二次收身 是在他被正式起诉之后 军警把他带到房间 窗户门是密封的 女警察收身时 要他脱去裤子 曾把手伸入到底山路里面 却不交代任何原因 黄志峰讲 警员对他进行搜身 两次都没有要求他 脱去任何衣物 认为警察对男女处理手法不一 那外界无法得知 其搜身的标准 男女身体有区别 但为什么男人连裤子都不脱 衣服都不脱 女人身体有区别 那那个女孩子 为什么要把给他扒光了 让他上下棋 蹲一下起来 蹲一下起来 还要是驴才怪呢 我跟你说 我说的意思 这些香港警察连驴都不配 为什么 骚过了驴 阴邪过了驴 才这样的 对待那个女孩子是两个女人 她警号都有 然后在记者会上 另外一个女人说 我们查了CCTV了 查了监控器了 我们没有发现如何如何 我打笔划 我没说是真的 那个女人的你老公 在香港里头有很多什么三文宝 八文宝 有桑拿 你老公去了桑拿 你怀疑你老公在里头嫖娼了 那你就去找了那个桑拿中心了 桑拿讲的叫健康娱乐中心 我们这不卖银 我们叫健康娱乐中心 他不承认 你得给我查 那桑拿娱乐中心就查了 说我们查了CCTV 你老公真的没进来嫖娼 真没嫖娼 你信吗 说为什么没嫖娼 只记账 没给现金 因为他是警察 他说桑哥你真能扯驴蛋 他们是驴蛋 狗是 人说干嘛 有人说干嘛 不说他们扯狗 狗是溜到轮回里面的 在十二生肖里面的 他们不是 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有些朋友听我跟大家解释 你还觉得不好意思 你甚至觉得说 桑跟蒋真亚可 你今天是香港人 你是个女士 你是个年轻的 对吧 无论你是谁 当你今天走上街头 被警察抓了 这就是你将要面对的 这是你将要面对的命运 如果你说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不站出来了 那你就是妥协者 那你就不是与神同行的人 所以就 而真正与神同行的 真正能够 从内心中认可这种 天灭中共的 其实有些事情 很多是不至于发生的 它就是过程 它就是过程 跟大家讲的是一个 你要认清楚 他们的生命道理 黄之锋讲了 他整个被抓的过程 他和周庭分别在 住所附近被抓 律政司即刻就做出起诉 无差别抓捕不同的人 他讲说在这个时候 在他六月份被释放后 投入反诉中的时候 黄之锋自己说 他不会被放过 他肯定会被抓 他也并无受到 他指自己没有受到暴力对待 也并非像扣押在 新屋岭那样被打成重伤 相对自己是比较信任 他不敢打他 不敢打他 然后提到说 他关注被打伤的那些意识 批评中国政府 北京政府 周庭认为 港人因为被打压 更应该支持这场运动 是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了 有关明天的游行 黄之锋说 被捕后有宵禁令 周庭获的一万元的保释金 所以不许到警察总部附近的 军界场街 一些街部去 要遵守宵禁令 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 必须在家里 他在庭外批评了 保释条件的柯克 过去多次被捕过 没有得到过宵禁令的 所以就没办法参加集会 所以旅行一个议员助理的职务 多少有困难 十一点半 十一点之后 必须回到屋里头 他觉得挺难的 他质疑 根据警方资料 所以涉及到案发的时间 都在晚上十一点以前 那 要我在十一点之后消极 究竟是这个逻辑关系 他说我难以理解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依然相信警察在设圈套 依然相信警察在设圈套 所以 其实当这种事情 以性侮辱的事情 只要一暴露出来 其实这件事情相对走到了一个 更加冲突的一个极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